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但殖民的清朝时期 中国被资本主义列强的炮火打得千疮百孔 他率领海军痛击敌人 最终虽落败 倒也快灾 抗战全面爆发之前 中国内忧外患 狼子野心的日本虎视眈眈 国民党政府却一心只想搅供 致民族大义于不顾 萨政兵毅然决然为了中华民族反蒋抗日 并在抗战期间积极宣传抗日主张 后到了解放战争时期 萨政兵更是为我党和平解放福州城做出了巨大贡献 他是唯一一个活到解放后的北洋海军军官 亲眼见证了北洋舰队是如何从壮大走向覆灭的 他是清朝海军第一任海军总司令 一生都在为中华民族而奋斗 萨政兵晚年听闻志愿军在朝鲜打赢了美军时 这位冒蝶之年的老者喜极而泣 那么萨政兵是为了什么而哭呢 是因为中华民族终于强大起来了吗 是因为中国终于结束了百年的屈辱史吗 本期视频馆长带大家好好聊聊这个事 感兴趣的朋友们不妨点下关注 这样既方便回顾往期精彩 也不会错过最新内容 1859年3月30日 萨政兵出生在福建省福州市的一个熟师家庭 萨家是著名的色母人萨氏家族 曾在元朝末期名列福州八大家族 1869年 萨政兵在父亲的帮助下考入了福州传政学堂二期 学习天文和架式 成绩十分优秀 毕业时排名第一 1872年 萨政兵毕业后 便进入清朝海军服役 从此开始了他的海军生涯 当时资本主义列强已经用炮火打开了中国的国门 懦弱无能的清政府一次次的割地赔款 中华民族的尊严荡然无存 可西方列强的海军实力十分强大 他们正是因为占据了海上的优势 才使得不注重海军力量的清朝 屡屡遭受来自海上的侵略 清政府意识到了要适宜长计 随后展开了一场自救的洋务运动 北洋水师也因此出现在了众人的视野之中 1872年 萨正兵加入了福建水师 两年后任海东军传二副 负责巡防台湾在敏台海域 积私补道等事务 这个时期的萨正兵就展现出了他极其出色的个人能力 并因此获得了出国留学的资格 于1876年被派往英国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院学习驾驶 四年后萨正兵学成回国得到了李鸿章的重视 正式成为了北洋系的一员 被安排在天津水师学堂当教席 可随着1884年 清朝海军在马江海战中惨败给法国之后 深受刺激的萨正兵再也当不下去这个教席了 他多次请求上前线效力 两年后萨正兵终于回归海军 1894年5月萨正兵晋升至副将衔 同年甲午战争爆发 萨正兵终于等来了上阵杀敌为国效力的机会 1895年威海卫之战打响 萨正兵奉命驻守日岛 当时他的作战条件十分艰苦 不仅要面对日本海军猛烈的炮火 还要应对岛上极其恶劣的生活环境 但无论情况有多么险恶 萨正兵始终保持着镇定 在日军疯狂轰炸的炮火中指挥反击 劳累过渡的萨正兵很快病倒了 他的夫人听闻这个消息之后 立即从福州赶来探望 希望能留在萨正兵身边习行照顾他 可萨正兵却如何都不让夫人登舰 尽管将士们极力相劝 但萨正兵仍是决绝说道 两军在战怎能让他登舰 告诉他当我已死让他速回 以此可见萨正兵抗击日军的决心有多么坚定 他甚至已将自己的身体和生命置之度外 最终萨正兵英勇驻守日岛十一天 才收到命令后撤退 可尽管萨正兵在对抗日军时表现得十分英勇 但怎奈当时北洋水师节节败退 萨正兵的努力根本无法扭转局势的全面溃败 最后甲午战争以清朝海军的惨败而告终 输给西方列强 清廷还可以找借口说 清朝的农业文明落后于西方列强的工业文明 但输给国力更小的日本 这又算是怎么回事 甲午战争的惨败对清朝来说 不仅是一场战争的失败 战败后的割地赔款也不是最要命的 他带给中华民族最沉重的打击 使民族的自信心被打没了呀 这让国人无比悲痛 萨正兵更是遭受了双重打击 战败之后的他被革职被迫离开了海军 甲午战争惨败后 清廷将幸存下来的海军官兵全部革职 萨正兵回到了福州家乡 没有存款的他连生计都成了问题 为了养活一家人 他无奈之下做了熟师 幸而半年之后 张之洞发现了萨正兵这个人才 邀请他重新出山 1896年 萨正兵出任无松炮台总台官 自强军帮统 两年后清政府准备重新组建海军时 经验丰富的萨正兵被推举担任水师统领 这个职位相当于海军总司令 但谦逊的萨正兵以才能不足为由拒绝了 之后担任了水师帮统兼海旗号管带 直到1902年 他才真正成为了清朝海军总司令 之后萨正兵合并了过去分裂的南北水师 建立了统一的指挥系统 成功打造出了一支近代化的海军 但这时候的清朝已摇摇欲坠 任凭萨正兵如何努力 也无法改变清朝廷灭亡的结局 中国想要强大 封建懦弱的清朝廷是最大的拦路虎 当时不仅是饱受压迫的人民 就连海军大部分官兵都想在武昌起义爆发后 奋起响应 跟着一起起义 而萨正兵则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 他深知中华民族的情况 也知道清朝廷覆灭是民心所向和大势所趋 他无法阻止 但萨正兵既不想背叛朝廷 也不想当历史的罪人 无奈之下 他只得以患病急需医治为借口 离开了海军 不久清朝灭亡 中国步入了另一个时代 清朝廷虽然灭亡了 但中国还在 萨正兵无论身处什么时代 什么职位 他为国奋斗的信念 从来不曾动摇过 萨正兵是北洋系老人 因此北洋政府成立后 萨正兵被委以重任 1917年他出任海军总长 1922年担任福建省省长 直到1926年 北伐军攻占福州城之后 萨正兵才卸任神长职务 之后他虽没有担任要职 但仍在力所能及的为国家做贡献 他积极主张抗日 并主要从事社会公益和慈善事业 他不仅分发粮食 财物 救急灾民 还设立了孤儿院 当地百姓们称萨正兵是救苦救难的萨菩萨 而萨正兵并不想当菩萨 他只是想尽可能的为国家多做一点贡献 清朝时期西方列强带给中国的耻辱 仍历历在目 萨正兵做梦都希望中国能强大起来 洗刷掉曾经的屈辱 但萨正兵深知 中国的强大之路是艰难的 因为当时中国不仅面临着虎视眈眈的日军的威胁 同时内部环境也一片黑暗 民族危难之时 蒋介石却只想着搅供 这让萨正兵感到无比愤怒 1933年11月20日 第十九陆军在福州发动抗日返奖事件 74岁的萨正兵毅然决然加入其中 展现出了坚定的救国信念 随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萨正兵已是古稀之人 但他仍然不畏艰辛的四处奔走 宣传抗日救国的主张 期间他拖着老迈的身躯跑了四川 贵州 湖南 云南等多个省 积极为抗日筹集军饷 只希望能为抗日事业做出一份贡献 1940年萨正兵在到达西安时 准备前往延安 参加中共领导的抗日革命事业 但可惜国民党人收到了消息 随后派人将萨正兵拦了下来 把他送到了重庆 在萨正兵望眼欲穿的期盼中 抗日战争终于在1945年获得了胜利 萨正兵为此感到激动不已 回到了老家福州居住 在之后的解放战争中 萨正兵又为解放军和平解放福州 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1949年8月 国民党反动派全线溃败 蒋介石在逃往台湾之前 希望能带萨正兵一起走 但萨正兵回绝了蒋介石 之后他公开发文拥护中国共产党 并为解放军和平解放福州 做了很多工作 1949年10月1日 新中国成立 举国人民欢欣庆祝 激动不已 萨正兵也是其中一员 他目睹了晚清政府的懦弱无能 见证了抗战的艰难 如今新中国终于成立 他梦想中的强大中国就要出现了 怎能不为之激动 新中国成立后 萨正兵因为在抗战时期 解放战争后期做出了重大贡献 受到了中共中央的称赞 并且萨正兵先后出任了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 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委员会委员 中央人民政府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 福建省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等职务 尽管这时候萨正兵已经垂垂老矣 但他仍然充满了力气 愿意为新中国工作做出更多贡献 纵观萨正兵的一生 我们可以发现他是一个传奇 在那个动乱的年代 能够活到九十多岁的人少之又少 而能够如此长寿见证新中国成立的北洋 海军军官更是唯有萨正兵一人 他还受邀参加了新中国的开国大典 这让萨正兵激动了很久 可等到激动的心情平复后 萨正兵又忍不住忧愁了起来 因为新中国虽然已经成立了 但这并不意味着新中国是强大的 无论时间过去多久 萨正兵都无法忘却晚清时期 中华民族遭受的屈辱 唯有中国将这百年屈辱洗刷掉 萨正兵才能真正地解开心结 感到扬眉吐气 但萨正兵能等到这一天的到来吗 这位冒蝶之年的老者 能看到强大起来的新中国吗 他已经九十多岁了 留给他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就在萨正兵日夜为此忧愁时 新中国迎来了巨大的危机 1950年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 西方美帝便开始了针对中国的打击 当时美国是西方资本主义阵营的老大 他企图将新生的社会主义政权扼杀在摇篮中 之后美国发动了侵略朝鲜战争 并一度把炮火打到了我国东北领土 其企图危害中国的意味甚浓 为了维护国家主权捍卫民族尊严 毛主席毅然决然下令出兵支援朝鲜 可当时新中国百废待兴急需发展 美国又是一个十分强大的敌人 中国能够胜利吗 这个问题困扰着许多人 其中包括无比渴望中国能够获胜的 萨政兵自从中国人民志愿军赶到朝鲜 与美军展开激烈作战之后 萨政兵便时刻关注着战事的发展 他恨不得亲自跑到前线 但可惜萨政兵已经九十多岁了 他早已连枪都拿不动了 萨政兵唯一能做的就是等待消息 他怀着期盼激动和忐忑的心情 一等就是数月时间 当志愿军取得重大战役胜利的消息 传到萨政兵耳中时 他恍惚许久 百感交集 不禁袭击而泣 他想到了晚清时期 西方列强打过来的炮火 他也想到了甲午战争中 惨败的北洋水师 中华民族百年的屈辱 终于洗刷掉了 对抗美军的胜利 意味着中国已经强大起来了 萨政兵毕生的心愿终于达成 他传奇的一生也算是圆满了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不知道在各位观众朋友们看来 清朝首任海军总司令 萨政兵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欢迎大家来到评论区进行留言讨论 喜欢本期视频的朋友们 不要忘了关注转发 我们下期精彩内容再见